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5号 也就是越南全面开放旅游签证的日子 前两天我做了一个视频说 即使越南开放了旅游签证 可能我们中国人还是无法通过旅游签证入境 后来有人私信我说 我这个说法并不是很准确 很感谢一个也是头条上的UP主 旺哥越南行 他告诉我 我们是通过旅游签证入境 并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满足什么条件呢 就是首先你在中国必须是一个单身的状态 然后你要去你的村委会 先开一个单身的证明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单身证明以前是在民政局开的 民政局它的法律效应更高一点 更正规一点 但现在呢 我昨天跑民证据问了 现在已经不给任何人开具这个单身证明了 所以我们必须去村委会 或者是去你的社区 他帮你开一个你单身的证明 然后盖上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要去当地的公证处 提交公证 每个城市它有都有自己的公证中心吧 你去公证一下 说明你确实是一个单身的状态 然后它会再帮你翻译成越南语的 如果你去哪个国家 就翻译成哪个国家的语言 这个并不是说 一定要翻译成越南语 如果你去英国 可能就要翻译成英语 这两个大概收费在400到500左右 然后你要再去提交到一个认证地方 去收认证 因为这是你在中国的认证 你可能还要再经过越南驻中国的领事馆 你要把材料寄过去 然后它会帮你再做一个认证 认证一下你确实是单身状态 然后你就拿了所有的资料 去申请越南的旅游签证 通过旅游签证 去越南找你的女朋友结婚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 认证的有效期是六个月 你必须在你认证的那一天 起六个月之内和你的越南女朋友结婚 如果你做不到 我建议你还是先不要认证 因为一旦你认证以后 你不能在六个月之内和你的女朋友结婚的话 领证的 那么你的认证就白认证了 而且这大概总流程需要1500块钱 这个钱也打水漂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现在确实有女朋友 他也愿意给你领证 可以诚实一下这个办法 如果你现在女朋友还没有找好 或者说你不确定你的女朋友能不能给你领证 我觉得这个办法并不是十分的靠谱 因为如果你不能确定在六个月之内 时间之内领证的话 你的公证证明就会作废 你也达不成你的目的 所以这个方法只适应于那种 已经和女朋友在越南发生了 事实上的婚姻 比如他们已经有孩子了 但是之前确实没有领证 或者是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谈好了 我们到了越南 我们立刻领证 就在六个月之内 我们尽快举办婚礼领结婚证 如果不满足的这两条 那这个方法可能还是没什么用啊 这是我最近又寻找到了一个新的 入境越南的方法吧 如果满足条件的朋友可以试试啊 不满足的也不要灰心 随着各国政策的变化 我觉得以后入境越南 不会像之前那么多困难 大家也不用着急 慢慢的入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 今天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大家再见 感谢观看